农历七月花联市公所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 在市长魏嘉贤率领下 全体同仁跟着法师送金 祈求各路好兄弟能够保佑公所事务顺利平安 市长也呼吁民众 农历七月要注意各项活动安全 也要预防火警的意外 大家提高警觉 共度农历七月平安月 山生树果排满整桌 这是花联市公所举办的中原普渡仪式 由市长魏嘉贤率领着公所全体同仁 在法师送金下全程祈求各路好兄弟 保佑市公所各项事务及工程都能够顺利平安 今天也是我们花联市公所 来做传统习俗上的一个普渡 那主要也是希望我们同仁在执行公务的过程里面 一切都能够非常平安 那有介于我们过去传统的习俗 在农历七月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些普度的一个风俗民情 那在行政机关的部分我们也不免俗的 也按照这样网例的部分来做这样执行 那希望除了同仁在执行公务的过程能够平安顺利之外 更在所有的公务工程在施作的过程里面 能够不要发生公安上面的任何的意外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部分来提醒同仁们 在任何在施作任何事物的时候都能够小心谨慎 那再次也要呼吁我们所有乡亲农历七月 对于一般我们传统习俗来讲是一个鬼门开的日子 那也呼吁大家到了西边或是到海边 一定要格外谨慎 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天气热 然后下水游玩的时候发生了不必要的意外 那还有我们天气热的时候火灾容易特别的容易产生 电气用品也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的使用 农历七月间市长温家贤也呼吁民众要注意人身安全 天气炎热前往西边海边玩水要特别小心 而天干雾燥最近花莲地区也发生多起的火警意外 市长提醒民众要小心谨慎 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一个农历七月平安月 介入会花莲市报导